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 無論是行政長官梁振英還是一眾良憤 都覺得明年初開始啟動諮詢 其實時間都足夠 但泛民主派覺得太遲 認為要盡快啟動諮詢 而新上任的政協常委唐英年 都抱差不多的看法 如果2015年要完成立法 我看立法的程序需要多久 我們以前一般需要一個立法年度 即是2013年10月份要啟動本地立法 2014年要啟動本地立法的時候 要走完五步曲 我相信時間上的確是比較緊迫的 一班有良憤友會覺得 唐英年又在跟梁振英唱反調 不過事實是唐英年當政務司司長的時候 主理過2012年的政改方案諮詢 所以他的說法又未必完全是一個唐邊殼 或者是順口之王 其實大家都只記得2017年香港會普選行政長官 但就忘記了 其實2016年都有一個立法會選舉 而這個選舉的方法同樣需要修改 而看上兩次政府推政改方案的經驗 立法會選舉和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修改方案 是捆綁一起諮詢公眾的 看上次政改方案的經驗 政府是在09年第四季開始諮詢 而行政長官選舉是在12年3月 中間是有兩年半的時間的 假如梁振英政府真的在2014年的首季啟動諮詢 而立法會選舉2016年的在9月進行 時間上的距離都剛剛好是兩年半 不過唐英年之所以說緊迫 就是因為今次要醞釀的方案是一個普選的方案 香港就未試過 究竟提名的機制是怎樣呢 要篩選還是要預選呢 怎樣的一個方案才可以令到港人滿意之餘 中央有批准呢 其實都需要相當的時間 去會被社會去討論 梁振英政府在選舉的時候 常常都強調要香港速度 即是無論做甚麼都要比前朝政府快 一於看看他在政改方案的諮詢上 又怎樣可以做得比前朝政府快 成長様,айте 台詞文吳政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